如果说你要自愿回去的话 你会要提出什么样的条件 当然回去都有条件 因为郑明娜这个就是赖真真回去 他也通过事先的这个协商 他们自愿的这个回去 而且你刚才也说了 政府也这个就是说 他的承诺也都做到了 那么如果你要自愿回去的话 你会提出什么样的条件 我会提出什么条件 我就是说当时的这些 很多央判的这些人 要给我看到改判 也许说个问一下 因为这里面很多冤枉的 但我并不是说国家来冤枉这些人 我许说这些办案人不公平 OK 不公平 那么但是我们现在也看到 这个远华案的这个许多这一个 就是涉案的人 减刑的减刑这个出狱的出狱 包括这个就是现在有些这个已经本来逃离海外的 那么现在我们也看到有些涉及远华案的人也可以已经回去了 那么你有没有看到你认不认为就是现在媒体对远华案的报道跟当初已经口气或者口经也有些不同 我是简单讲两句你看到在海外的这些人回去 这些人回去他是有钱有关系 是这样摆平的 并不是说国家政界对他们松的 但是上面的领导人是比这些办案人员蒙骗了你知道吗 因为这个案子发生在我心上这个我最清楚 我是一路跟他们是一路追 所以说他们知道心里有底我也积极有底 所以我还是不相信 但是你自己承认就是说你这个走私 确实是一个很大额的一个走私偷税漏税 这个情况是存在的 那么需要是面对这个司法的 那么这样的一个情况如果说你不回去不去面对的话 那么这个案子也永远接不了 哪里接不了 连都处杰了九个判洗钱的十几个在江一里都复刑了 因为我是一个主犯 为什么我主犯他卖到就可以枪毙人了 我在加拿大一个关系就打十年 不还没清楚 我们现在就是说不讨论这个远华案原来这个判断 我们看到这个我们眼光朝前看是吧 现在事情都是已经经过十年了 那么现在而且你的这个前妻你的女儿 这个也都回去了 那么如果将来你儿子也想回去看妈妈 姐姐妹妹你是不是也会放心 是 我会激起 好的 你也会支持 那么也就说明就是说你全家将来都有可能回去 只留下你一个人在这儿 变成孤家寡人 那么你觉得就是说 回去的这一条路 是不是也是可以考虑的一种选择 我考虑会考虑但不是现在的事 因为现在我对这些办案人还是不放心 并不是说我对国家不放心 因为我知道这些办案人 好的 那么你有没有觉得就是 那么现在就是面临你在加拿大这个司法程序的话 是不是现在移民部在跟这个你的这个律师 司法在进行这个一个角力 这个在你这个迁返这个风险评估这个上面 那么你觉得家国政府希望把你遣送回去的 这个对不对 从家国政府角度来讲对不对 不管是对不对 总的就是说一个关系的 已经要经过这个司法 来公判就是这样了 那当然现在我们就说你这个就是 你对加拿大司法制度还是比较信任 我是对 我是 好的 那么现在就是我们也可以看到 加拿大司法到底能不能真的保护你 因为你现在打了十年嘛 你现在也没有打赢嘛 只是现在还拖在那个地方嘛 现在就是关于第二次的这个 迁返前这个风险评估的这个东西 还没有最后的结论嘛 那么你觉得你的律师有没有跟你保证说 他一定能打赢这个官司 我不管最后是什么结果 但是我觉得我也是代表我全家感谢加拿大 让我带你那么长时间 但结果我总的还不 当然好结果我更开心 要是不好的结果那也没办法是不是 起码我就是能带你 已经十年多了 我也是非常感谢加拿大了 好的 那么如果说 你个人觉得像你这样的一个 大额的这个偷税肉税 对这个中国经济产生的一个影响 对民生产生的这个影响 以你来看 以你现在加拿大的一个情况来看 你觉得你也曾经说过 你说我可以面对这个司法 也可以坐牢 那么到底应该做多久 对你来说是合理的 我这里面就有苦受不清 你知道吗 因为当时我做的这个量做的那么大 也有人有的部门 排胸部叫我做 那最后呢 这个事情一发生了 谁也不理 因为有的事情我真的讲不清 有苦受不清 那么我们都知道这个加拿大司法 这个最后的结果总是两个可能性 一个你打赢官司 可以合法的拘留 得到所有的身份 另外也有一个可能性 那就是你打输 然后被遣送回去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现在这个中加关系 都在这个越来越朝好的一个方向 合作又会越来越密切 那么如果说在这个司法程序之前 你能够掌握主动权的时候 你如果说选择有条件的这个回去 是不是也是一种可能性 但是不是现在考虑的 因为我现在还没看到明显的 但是我相信国家 讲年前也好 讲法制也好 我相信是一年比一年进步 但是距离到我相信的时间可能还很长 到那一个地步 我就会考虑 现在还不是 因为里面的那些 当时办案的这些人我太了解了 所以你现在采取的一个方法就是 能拖几年再拖 不是说拖我也不是说拖 顺其既然嘛 关系怎么样也不是说我在控制 我现在也不是说 属于我爱干嘛就干嘛 不是的 我不是属于一个自由人 好的 那么最后就是说 你现在已经有工卡了 也有这个医疗保险 那么你现在这个准备这个 目前的一个生活计划 之后的这个生活计划怎么样 我就现在就是说 在一个房地产公司 就是做一份工 我也觉得很满意 然后就是说 当然友好的就是说 就一直往好的发展 就这样 也许说以后有能力 也自己来参一点鼓 就是这样 也许有朋友说 一起来做 当然就更好了 那么你现在就是说 你的前妻和女儿现在 回到中国以后 就是她到加拿大来 就比较困难了 对 如果是说 我老婆应该一起来不了了 我还是这样叫得比较实惯 那女儿呢 我女儿应该有机会 但是我感觉应该有机会 起早的是 好的 那么赖昌应该案 已经拖了这个十年 未来到底这个方向 应该怎么走 那么我们还会持续的 关注这个案件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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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